我是中心社记者孙恒业 今天呢我将去做一次核酸检测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我来到武汉也有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我自己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症状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决定去做一次核酸检测 因为我们记者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 所以护士们是不会帮我们提取的 他们需要我们自己来提取核酸检测的烟柿子 现在我已经拿到了我采样需要用到的东西 生物安全带的一个带子 这个就是采集烟柿子的一个试管 还有一个棉签 姓名二维码还有编号的一个纸条 打开这个带子 我们能看到里面有这样一个棉签 伸到嘴里边 伸到喉咙的咽喉部 然后让自己感觉到有一些的恶心的感觉 在这个地方进行上下左右的这样 蘸一下你的这个提取物唾液 把它折断 把这个东西放进这里面 拎上盖子 我的核酸检测的核酸检测已经提取完了 武汉的火眼实验室 目前每天能够完成一万份的核酸检测 这样的核酸检测能力 也为我们武汉市的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现在呢我们的核酸检测已经做完了 整个过程呢不超过十分钟 明天呢这些核酸检测的结果就将告知我们 我们也希望所有在前线的记者 医护人员 还有各个岗会的工作人员 都能够平安 因为武汉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我们的城市生病了 我们应该去呵护它 照顾它 一线需要我们社会援助物资 越来越少了 我也希望这一天早一点结束 我们又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们应该是有希望的 武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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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目前现有的这个 医务人员使用当中 口罩是口罩 眼罩是眼罩 它呢都是分开设计的 特别是戴眼罩之后呢 时间长之后 它这个压伤 它就是口罩 压伤比较厉害 那我们这款产品呢 就是基于眼罩 口罩 包括送信系统 做一个集成 这样的一个命红效果要比喻 原来戴口罩的效果要好很重要 所以武汉呢 现在看起来就真正的这个停止人传人啊 还是一个技术 也就是说如何的把好正常人和病人分开 这是一 第二个把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病毒分开 这是二 这两个物理非常破解 对于这个病没有神药 唯一的神药就是集中所有的优势资源 让这些病人能够坚持下去 你问我上海的方案 上海的方案其实就体现在这些病人 能够纷纷地康复出院 上海的方案并不是停留在指头上的 指头上的其实不重要 上海的方案应该写在这个病人身上 所以这些病人都出院了 我就认为上海的方案就出台了 你现在认为我们的医生 有多重要 我们的护理姐妹们就有多重要 你今天现在都在歌颂我们医生 但是应该是比较完整的说法 是医护人员 还有广大的老百姓 我们都一起的 所以你们在家里蒙也蛮辛苦的 其实我们都是一起在做这件事 语言少了 思想就出来了 所以蒙两个星期 对广大的大学生 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蒙两个礼拜 你们在家里 在宿舍里 你不是医生 但是你做的事情 比医生还重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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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